近期在美发展的中国企业 无不是焦虑难耐 而中概股的巨头 也纷纷都撤回亚洲 也为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 要带来了一些新的热点 另一方面科技战不断升级 而真正的分道扬镳 在中美之间到底会不会发生 现在我们立起来连线 惠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的 投资总监徐伟华先生 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许先生您好 主席您好 那首先面对中概股有除牌风险 美国投资者已经启动 将阿里巴巴ADR持股 转至本港 彭博报道 阿里巴巴多个主要股东 包括了大马基基金公司 明基亚洲等等 这些公司都很忧虑 可能会被美国制裁 已将持股由ADR 转为了本港持股 总数值是以大概10亿美元计 那根据美国方面的表述 就是2022年的大限就要将近 中国科技企业在明年您觉得 会不会就面临一个更加紧迫的情况 但是亚洲地区的其他国家 会不会因此而有所受益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这里面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是这些中国的比较好的科技企业 在海外上市的腾讯 阿里 京东等等 其实背后的大的投资者 都是一些海外的资金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说制裁这些企业 到底有没有制裁中国呢 我认为是要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的 那么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限制 我们看到其实在过去几年来讲 也主要是针对华为 这是一个私人企业没有上市的 因为针对上市的企业的话 它呢第一个呢 它的财务数据比较透明 第二 公司经营状况 以及背后的股东呢 实际上都已经国际化了 所以我们认为呢 对这些企业的制裁呢 实际上和美国的这个 对中国的遏制呢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当然也不排除说 美国的政府出分招啊 才采取说对这些中国上市的企业 限制他们上市啊 或者给予种种的这个制裁 那么从这个角度考虑呢 这所有的这个中国企业呢 都考虑到这样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 这个大型科技企业呢 都最近在香港呢 陆续的上市 把这个上市的地方呢 转到香港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对立风险很好的方式 当然我们看到 其实背后的普通呢 也都陆续跟随而来 其实这都是一些 海外的国际资本 那么这个其实对香港的资本市场 发展是有很大的正面效果的 那么翻过来讲 对这些企业将来是否会受到 美国制裁的这样一些 很大的影响 我们判断是不会的 因为其实这些企业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 它的背后的股东 以及它的这个受众 其实是来自于全世界各个地方呢 所以说就这些企业 我们并不认为美国会痛下杀手 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 不排除说双方在贸易谈判 或者是科技谈判 国家之间正好之中 出现一些小的摩擦 但是说大规模的封杀 或者说禁止上市啊 或者除牌等一样一些风险 我们认为并不存在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其实科技战也在打响 美国也是有意收紧 收紧这种禁令范围 也是允许美国企业 可以在中国继续使用WeChat 据悉呢原因是为了减少 对于美国企业的影响 尤其是像苹果等大型的企业 您知道在这样的一种 难以做切割的一个情况之下 两国如果继续相悲而行的话 那么科技企业 是不是会影响到各行各业 大家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 昨天晚上那个抖音 TikTok已经开始起诉 美国的特朗普政府 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美国这些政府的很多举措 都是让人比一所思的 那么现在美国的大选 是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 那根据目前的现状 特朗普是7%的这样一个落后 那么如果说在未来这三个月的股市 出现下挫 而美国的就业情况 没有好转的话 那么我们认为特朗普当选的 票率并不大 那么至于说下一届政府 拜登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们认为现在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美国现在的情况 是美国的失业人口 是有10.2%左右的失业率 那么经济情况也是非常差 那么在这个一个状况中 我们认为呢 其实美国发展经济 还是一个主要的目标 那么和中国 不管是在贸易方面的网来 以及科技方面的合作 如果能对经济有所发展 有所促进的话 我们认为其实也是一条 美国的新任总统 可能会尝试一条道路 就是说在现在这个节点去看的话 我们认为在未来四年中美之间的这个情况 是错重复杂的 有可能双方会出现继续恶化的情况 但也可能会双方找到一个合作的路 走下去 那么对于科技企业来讲呢 我们看到其实苹果在中国的这个销售 虽然说会受很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说真的跟中国完全 完全就是说割离的话 其实可能也是一个短痛 苹果呢也可能也没有办法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科技企业 在全球世界的竞争呢 实际上是越来越激烈的 那么我们昨天看到说 这个Facebook在欧洲呢 背后是交了1.05亿欧元的这个罚款 那很多科技企业呢 在美国也在欧洲呢 在中国呢 可能也面临着种种的制衡 那这个可能会变成一个常态 所以我们认为呢 其实好的科技企业呢 他们这个限制流非常的充分 然后呢 这个储备也很充足的 这个Cash的储备也非常充足 其实他们倒并不具体 说国家国家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影响 当然这也是背后 他们也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看到腾讯也是雇佣了很多 这个游说人员在华盛顿 游说关于这个微信的这个禁令 等种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们认为呢 其实现在科技企业 已经是错动处杂了 而且是在全世界是互相联通的 所以很难说国家会大呼摸出台 会完全禁止一个科技企业的发展 但是呢 总统的制衡呢 是必不合适而可 大家也要把这个事情 当成一个常态 那我今天也是看到这个 TikTok正式也提出了诉讼 说美国总统 特朗普他的行政命令 有违宪了 所以说可以看到科技企业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周旋 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腾讯 也是首度雇佣了说客来进行自救 那越演越烈下去 可能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观察 那么频频受阻之后 目前中国转向和俄罗斯开展5G合作 您觉得这一点又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到昨天 俄罗斯的这个谈道说 要全面开始中国5G合作 要在俄罗斯的这个88个地区 全部部署华为的这个5G设施 我们认为这也是俄罗斯很清楚的 一个战略考量 因为实际上俄罗斯在科技方面 现在和美国的差距是越来越大 那么虽然说它有很好的基础科技设施 包括科技人才储备 但是它在这个互联网科技 以及说现在的这样一些 互联网科技方面的这个发展 是往往是远远落后于美国 那么和中国包括在5G方面的合作 可以加速俄罗斯科技的发展 这对两个国家都是一个很好的促进 此外我们也看到 其实中国跟欧洲在这方面的合作 最近也变得比较热门 我们知道之前有爆料说 几年前爆料说德国总理被美国监听 其实欧洲在总体在科技方面 也是远远落后于美国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欧洲也在考虑说 是不是跟中国加成更多的 在科技方面的合作 我们认为实际上 美国现在在科技方面的挪乱地位 是让全球其他所有的地方 都感到有一定的不安的 所以说在这个契机下 中国实际上可以有很多的合作空间 这个包括俄罗斯 包括欧洲 包括甚至中国和日本 以及包括中国和韩国 当然这个是在考虑到 就是如何在和这个政治 军事等等这个因素 切割开来之后采取的一个 有利于经济 有利于民生 有利于就业发展的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认为中国还是有很多 这个方面可以去探求 实际上这个里面 是有很大发展空间的 好 这段时间非常感谢Michael 与我们的视频连线 带来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 谢谢您 那接下来我们也许清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